欧阳娜娜新剧一开播就被前世的爱人言行逼供 她本是尚书之女 可因为爹爹管事的承熙渠突然坍塌 导致城中大半百姓无故牺牲 皇上为了平息民众的怒 只能派陆亭为前来抓肥 可沈真却知道 承熙渠不可能自然坍塌 因为这是爹爹看得比命还重要的东西 是爹爹花了两年时间 耗费所有心血 并且经过无数次的试验 才堆积而成 可对方不仅不听解释 才要将人强行带走 而爹爹临走时的一番话 和偷偷传递的钥匙 却让沈真明白 爹爹绝对是被人诬陷的 可他不知道的是 就在他出门和男人对峙的一刻 破碎的记忆却出现在路亭卫脑中 梦中的自己时日无多 却依旧紧紧攥着爱人的香囊 起初他真的以为只是梦境 直到沈真拿着爹爹给的钥匙 找到其对应的钱庄 可当掌柜想要拿出东西时 他却发现并没有39号柜 这里没有39号柜啊 不是沈上出的东西 明明都是放在这儿 起初他以为是掌柜弄错了 执着地要取39号的东西 可就在拿出后的一刻 陆亭卫却突然出现 二话不说就要调查自己手中的东西 沈真当然不可 这明显是爹爹留下的证据 可就在两人拉扯之间 盒子被打翻 而里面留下的 是离世的母亲留给自己的遗物 可如今手镯却被对方摔碎 陆亭卫本不想再追究此事 可在对方离开的一刻 他身上的香囊 却和记忆中刺杀自己的女子 一如一样 而当沈真落泪的一刻 他心如刀脚 这一次 他终于看清了女孩的脸 梦里的他不仅想畏罪潜逃 还纵舞伤人 以至于被自己抓拿归案 可却又在审讯时 承认一切罪名 一个罪臣之女 何人敢帮你训死亡 暂行可不是闹得玩的 说 不管自己怎么反 不管自己如何言行好本 他依然咬死不松口 他不明白两人之间 到底有什么牵扯 可当他找上门去 亲手查验那三次出现的香囊时 却并没有什么发现 可就在他走后 沈真再次来到钱庄 因为第一次掌柜 想要给自己的柜子 还是父亲真正的物品 可他想不到的是 这里却出现了姐姐的檀香味 可突然走水的钱庄 他不顾一切想要拿出东西 殊不知这一切 已经慢慢走向上一世的轨迹 一向疼爱自己的姑父 居然为了权势 要将自己送给人渣 而自己最讨厌的坏蛋 居然不顾一切救下自己 直到此刻他才明白 原来所谓的亲情 居然比不上一个陌生人 就在几天前 沈真的父亲被诬陷入狱 临走前交给自己一个钥匙 他以为只要找到姑姑一家 就能拿到证据 替父亲翻案 不曾想 两人表面上答应帮忙 可私底下却要将他送给许侍郎 要知道此人无恶不作 专门欺负没背景的女孩 他本不想再求助姑父一家 可当他拿着钥匙去取证据时 姑父却派人在暗中刺杀 就算自己用发钗拖延时间 然而终究是不良人的对手 好在关键时刻 陆实验感到 他怎么也想不到 抓了父亲的死对头 竟然会不顾一切来营救自己 就算在这种危难时刻 他也还是会替自己寻找证据 可打开的柜子却空空如也 在联想之前闻到的檀香味 那是姐姐亲手制作 是姑父一家在使用 他立马怀疑 姑父就是陷害父亲的凶手 我姑母之前想把我送人 如果此刻我自己送上门 去找宿明伯我就可以寻找公团 我答应 为了找回丢失的证据 他只能可怜兮兮回到姑姑家 本以为只要自己说出 陆廷卫已经在调查真相 姑姑两人就会放过自己 爹爹这个案子 一点歧毒 不过陆廷卫告诉我 这个案子 他一定会查到点 姑母 他可是你的亲兄长 不曾想 两人竟直接将人渣放了进来 对方不仅一上来就动手动脚 还直接拿爹爹来威胁自己 他委婉地询问证据 谁料男人竟直接承认 公团就在你姑父手里 只要我一句话 我就会让他把公团 乖乖地揪到你这 原来幕后之人竟真的是姑父 直到此刻 他终于看清所谓的亲情 这一次他不再忍让 于是借着交杯酒的时机 趁机打晕对方 想要将情报交给陆石燕 不曾想却下手太轻 对方压根就没失去能力 逃跑之下 他只能祈求路过的姑母 可姑姑不仅不帮忙 还要亲手抹灭这段亲情 无奈之下 他只能拿起镰刀威胁 可对方是在太过嚣张 就算自己想要自枪 对方也会拿父亲威胁 他以为姑父的出现会拯救自己 谁知却是亲手将自己推入深渊 好在最后陆石燕坛道 而如今的他不再忍让 直接要让姑父一家沉沦到底 原来爱一个人真的愿意为他而亡 就在所有人都以为他不是真爱时 他却用余生的寿命 来交换两人的下意识 只是没想到 这一世 他还是抄了他全家 还是要将他父亲关押入狱 可即使早已没了记忆 也忘了爱人的模样 当他落泪的一刻 自己还是会心如刀脚 也会在看到他被坏人欺负时 不顾一切地去营救 即使对方是皇后的侄子 即使这会让他官职不保 他也丝毫不怀 就算不知道为何每次他一哭 自己就生理性心痛 可看着对方故意大哭的模样 他还是会默默承受 就算知道他故意吃下芥末 只为痛晕自己 他还是会替他寻找真相 还是会网开一面 让他去大牢里探望父亲 就算看着看他不停地绰其 自己会不停地心痛 就连好友都忍不住制止 我就把他救出来 再过一会儿 可他就是想让他尽情 因为从一开始 他根本就没有真正怀疑过他 只不过两人站在对立的角度 他不得不秉公处理 可明明只要自己将他交给神婆 这千年的缘分就能化解 自己也不用再心痛 但回想起这段时间的过往 他是如何打碎他母亲的遗物 又是如何替他赶走坏人 这一次 他是真的想维护这个弱女子 此时的他根本不明白 原来自己和上一世一样 早就动了真心 就算两人明明都已经忘了过去 可爱过的心只要碰上 不然稍待尽是不会罢休 都说爱一个人会为他奔赴千里 会为他赶走所有的住宿 那么 你们的男友是不是也是这样 而一次次的凌辱 也让陆石燕无法再容忍 这狂交野外的 是自尖主仆二人 若是不幸身亡的话 那也只能算是意外 终于有智商在线的原配了 当他看到丈夫背着自己有了外事 并没有第一时间去闹 反而是用自己的私房钱 买来无数礼物送给丈夫 因为就在前几天 父亲被自己的丈夫陷害入狱 为的就是夺取他的官职 而他想要维系好和幕后的关系 礼物必不可少 到时候只要看礼物送给谁 那谁必定就是幕后 接着就是找到丈夫衣服上的香味 因为自己做的就是香料买卖 而这种香 只有自己的铺子在售卖 在通过账本 查到购买的所有客人 而里面真的有一个 自己完全不认识的女客户 他让丫鬟给儒儒送去香料 起初他并不相信这就是外事 可两人却以为是大爷送的礼物 当下就表示大爷真好 每次都送自己最喜欢的东西 最近还来得越来越频繁 直到此刻 他终于看清男人的心 想当初自己陪上所有嫁妆 无故嫁人的反对 也执意要嫁给他 这才让他从默默无闻到高官凤雾 没想到 到头来他却拿着自己的财产 去伤害父亲 于是他先丫鬟去调查儒儿的身份 结果得知他和丈夫居然是同乡 并且以前过得很是艰难 是在两年前 丈夫与自己成婚时 才突然被接来京城 原来这场婚姻也早有预谋 既然婆家都没有心 那自己就让他们一无所有 于是他吩咐手下的丫鬟 先去和儒儿交好 接着拿着礼物去看望婆婆 结果看的却是 自己的好丈夫 给婆婆买了成堆的首饰 可就算他加了俸禄 也自然买不起这些 而这些就只能是幕后给的好处 但由于一直找不到 丈夫送礼之人 他只能从婆婆这边入手 婆婆还以为是二七要巴结自己 二话没说就来香料库 可没想到的是 丫鬟也同时叫来了交好的儒儿 他先是装作默不作声 并让丫鬟表示那款香粉 再刚刚就被官卷拿走 而他们得罪不起 若一听当下不满 表示自己也是官卷 此话一出 婆婆立马反应过来 当下叫出女子的名字 而她等待的就是这个时机 表示东西可以乱吃 但是乱不能乱说 而她故意将此事闹大 还只是复仇的第一步 女孩为了替父亲翻案 竟假装是死对头的小妾 不仅要当着眼线的面 伪装恩爱小夫妻 居然还要给对方泡脚 她本想忍忍就过 结果男人实在太嚣张 那何老板娘死死冰着 自己也只能乖巧听话 老板娘还疑惑是不是热水太烫 殊不知这正是两人的勾心斗角 你以为这就完了 这才舒服对吧 这只是报复的开始 等待她的还有另一边的酸爽 可伪装的再好 还是被老板娘看出破绽 因为沈真本就是长安第一美人 从小养尊处优 更是不懂做妾室的委屈 要不是因为陆廷卫 要去长州调查父亲的案子 需要一个小妾来伪装身份 情急之下 她只能乱抛媚眼 你觉得 我怎么样 您做过妾吗 您知道妾是什么样的 不仅如此 为了避人耳目 她竟然还要和狗男人 共处一时 但为了救回爹爹 她只能女伴男装到楼花 找花魁学 结果没想到人家 一上来就要扒衣服 原来是早就看出女子身份 好在对方得知她的苦心 用尽全力传授身姿 她以为自己已经学到了精髓 踏着妖劳的步伐 就跑去找陆廷卫现眼 好家伙 这给陆廷卫下的就快翻白眼 可自己找的是妾室 压根就不是这种充姿 再说此行凶险 她也舍不得对方冒险 但耐不住沈真的软磨硬炮 最终两人还是伪装夫妻上路 其料才刚到客栈就发现不对 客栈里不仅全是女子 就连房屋也是刚刚装修而成 而老板娘热情的模样 也让两人明白这里有线索 于是将计就计闹上一出泡脚 谁料死丫头立马翻脸不认人 不管别的妾怎么做 我是不会做那些事的 千求万求来的贵妾 你得宠我 不过好在也让对方发现破绽 接着又在晚饭时故意秀恩爱 其实是让对方放松警惕 因为他们早已将对方备好了茶水 提前换成了解药 接着又故意集体晕倒 只为让这群女子露出真面目 接着又在犯罪时抓得正行 原来他们根本就不是打架结舍的黑店 而是被官员迫害的可怜人 因为对方强行让他们的丈夫去砍树 不到死不归家 这才逼不得已走上不归路 而听说两人正是为了调查案件而来 老板娘立马表示真心 不仅要追随他们找到幕后 还要替露婷为真正的教导这个小妾 而两人甜甜的恋爱也即将开始 面对部中的丈夫 她的高段位让人拍手叫绝 在得知父亲是被丈夫陷害入狱 并且还背着自己找了外事后 她并没有选择合离 而是带着婆婆和外事 故意在大庭广众之下 设计让对方说出自己怀有身孕 为的就是逼婆婆让她进门 因为她知道 婆婆一直想要的孙子 自然是不会放任儒儿离开 只是没想到婆婆会说出 丈夫的发气本就是儒儿 两人在多年前就已经成婚 可丈夫却开始后怕 因为此事一旦曝光 她朝廷重臣的身份自然不保 然而婆婆却料定神染不敢 因为这也关系着她的名声 殊不知 这只是神染复仇的第一步 因为周玉石早就在信中告知 钱庄的钥匙就在儒儿的口袋里 而她则讨好地送上一碗养奶汤 因为婆婆当年也是用这个养身子 所以并没有防备 自己在暗中让丫鬟失手 直接打湿对方的衣物 接着又接着换衣服的名义 直接复制一把钥匙 可没想到的是 当她来到钱庄后 却意外碰见了钱来取货的儒 情急之下她本想离开 却不小心碰到了脚下的桌子 好在周玉石及时赶到 这才将人救下 可等对方离开以后 两人却被掌柜反锁起来 她以为周玉石是想利用自己 来调查父亲的案子 说什么也要先查看物件 壳里面放着的 不仅有幕后给的无数钱财 还有丈夫陷害的罪证 直到此刻 她彻底寒心 明明自己给了婆家那么多财富 明明父亲一直都在提拔女婿 可她却还是为了更多的银子 为了更强的权力 不惜陷害自己的父亲 不惜伤害一条人命 她深知凭借自己的力量 根本无法扳倒这个恶魔 但如果有周玉石的帮助 所有问题都将不再是问题 可当她下定决心 想要用自己来交换时 男人的反应才让她明白 原来真心想对你好的人 根本就不会趁人之危 也根本不需要你付出任何代价 可她不知道的是 其实两人早就在几年前 就有过一段故事 只是那时的自己满眼都是丈夫 最终才落得如此下场 而最糟糕的是 此时的丈夫 已经在寻找自己的路上 两人又会如何应对 我们下集继续 在遭遇丈夫的背叛后 她不再相信爱 明愿交换自己来报复对方 只因自己全家被超父亲入狱 借来自丈夫的手柄 可男人却一件件地替她穿上尊严 用别样的方式回应自己 是不会要求你做任何事 真的在乎你的人 是心甘情愿地默默付出 因为就在几年前 那时的周书生还只是个穷书生 她一心想要考取功名 当上御史为天下人申冤 可无奈却有个好赌的父亲 导致自己经常被讨债 她的人生原本是灰暗的 是毫无希望的 直到神染的出现 她像个先祖一般 对自己这个陌生人施予援手 尽管她压根不认识自己 可善良的女孩 还是替自己还了那十两银子 并用自己的高智商 她为何要救自己 可她却说自己像她的爹爹 因为爹爹说过 即使衣着简朴 粗茶淡饭 也会为攒钱买术而拼命 这样的人 往往能成为国之动量 而她不需要他还钱 也不需要他感恩 你若金榜提名当个好官 就算是还我了 也正是因为这份善良 让她爱了整整三年 支撑着自己实现理想 最终当上了大理寺少卿 可自己终究还是来晚了 看着她嫁给一个贫苦书生 她心如刀角 但自己也只能默默祝福 可对方却借着她的财力 一步步吞噬着她娘家 借着她父亲的提拔 反过来想夺取她的官职 还联手她的姑父 想逼死她的亲妹妹 所以她一步步接手她的案件 替她照顾生病的父亲 还不惜违抗圣旨 也要撕下给她信息 只为让她清楚所有真相 好在两人在丈夫的自帖里 找到她勾结幕后的证据 可由于对方使用了加密手法 神然只能深夜潜入丈夫房间 找到了藏在盒子里的书签 可她不知道的是 隐藏的危机也逐渐开始 原来真爱你的人 根本不怕身败名裂 她明知轻薄人父会官位不保 却还是当着对方丈夫的面 故意为之 只因她丈夫有了外事 并害她父亲入狱 她知道她一心想要复仇 可两人的计划差点就被发现 为了保全心爱之人 她也只能假装轻薄 心之所好谈何求 你若不嫌弃周 看得上周 你当下何理我 即刻便会求取 因为就在几天前 两人找到丈夫联系幕后 陷害父亲的罪重 上面清清楚楚表明李帝就是凶手 可想要揪出真正的幕后 还要找到丈夫隐藏的暗杖 我担心她会做出 犹如你名誉的事情 她不敢 我也不怕 但按照李帝缜密的心思 暗杖自然不会放在家里 并且她日日留恋于外事府中 那东西应该就在那里 可她深知此行危险 并不想心爱之人冒险 跟她合理我 我帮你 周医师 我并不重要 只要李帝能够尽快伏法 我怎么样都可以 她明白对方眼中只有复仇 也只能将爱意埋藏在心底 只是没想到 她和沈真的密谋 却在出门那一刻 被李帝看见 这本就让李帝开始怀疑妻子 加上沈真又偷偷跑去外事府里寻找证据 都说怀疑的种子一旦落下 不抹杀干净不会罢休 情急之下 她只能故意清理 为的就是故意掩盖真相 并表示只要沈真看得上自己 当下合理 她立马下批凝取 表面上这是伪装的台词 可实际何尝不是她内心的秘密 而她的丈夫口口声声说 要替妻子出头 李帝不要忘了 你的官是怎么来的 只因她的官位是妻子用财力换来的 而对方是真的用才华晋升 自己也只能将所有的恶气 都出在妻子身上 直到此刻 她又一次看清丈夫的嘴脸 可她不仅不关心外事府里的东西 还一直阴阳两人的关系 很明显暗杖并不在此 在联系对方每次回来见自己 身上都带着水渍 并且都是在同一地方 那暗杖肯定是在游水的厨房 因为只有这里有侍卫巡逻 果不其然打开密室 这里放着承熙渠的模型 通过丈夫的生日 和钱庄柜子密码的结合 两人顺利打开密柜 拿到了对方的暗杖 要不是巡逻的突然折返 周树生为了保护自己 而心甘情愿藏在水底 他都不会知道 原来这个冷淡的大理寺少卿 是真的喜欢自己 因为就在侍卫走后 在自己受凉晕倒后 周树生终于说出了埋藏的爱意 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在乎 他们会遇生的暗的 可自己还有大仇未报 自己也早已嫁做人妇 两人真的还有可能吗 当丈夫心娜的妾室出现的一刻 他不哭不闹 反而冷眼旁观 因为他知道 心妾室一定会暗中作妖 可他没想到的是 两人进合谋要灭了老妾室 要知道他肚子里 可是怀了李家的长子 丈夫虽有迟疑 但为了官职还是一口答应 因为就在几天前 神染早已拿到丈夫 陷害父亲的罪证 但自己想要不被牵连 就必须撇清关系 于是他先是写下和离书 接着将证据送往大理寺 因为早在两年前 丈夫与自己成婚时 并没有和现在的儒儿和离 也就表示他犯下重婚罪 而当朝重臣私自 更取正妻 他必定是要夺取官职 但想要挖出隐藏的幕后 就必须找到他私藏的好处 可此时皇后娘娘 却给丈夫赐一个小妾 儒儿一听立马开始嚣张跋扈 表示自己现在怀有身孕 以后一定要尽心尽力服侍自己 可这个兰儿居然也不是个善茬 表示儒儿也只是个妾室的人 而他只伺候主母和夫君 一个妾室刚上来就敢硬刚 再加上丈夫对他的好态度 神染立马明白 兰儿应该就是幕后派来监视的 为了方便自己调查 他不仅将兰儿安排在自己房中 还故意拿出最好的手势 让丈夫送给对方 为的就是让两人有补处的机会 可他没想到的是 两人当着外人的面情色和明 一旦关上房门后 会防止偷听两人竟然用字条传信 并且丈夫还是一副恭敬的模样 再结合两人的对话 神染终于确定兰儿就是幕后 只是没想到 丈夫居然如此狠心 连轻生骨肉都不放股 更没想到的是 他发现自己也怀有身孕 他本想和离后好好抚养孩子 可丈夫在发现丈夫不见后 竟活生生毁掉了自己的孩子 趁力扒败的东西 他对你这么好 勾结周时官 冒害自己的情分 看着小生命一点点的流失 神染彻底悲化 开始了他的处传记 要不是看到爱人的付出 他到死都不知道自己到底有多愚蠢 原来上一世 在自己离世后 是眼前这个傻姑娘 在佛前苦苦求了三十年 才换来两人这一世的相遇 怪不得在他每一次落泪时 自己都会心如刀绞 要不是看着爱人被划破的伯格 他还不知道自己原来早已动心 原来自己同意假扮夫妻 替他找出谋害父亲的凶手 并不是因为同情 而是情难自禁 可赵冲此时却开始怀疑自己的身份 不仅暗中派人刺杀两人 更是抓了那傻丫头 表示他已经供出自己的真实身份 可就算面对敌人的试探 他在乎并不是自己的安危 而是沈真的安全 因为此刻的他无比心痛 沈真被抓 现在才苦 好在最后自己用精湛的演技 成功忽悠住两人 可看着爱人被步步紧逼 他还是心疼不已 就算刚刚才受到惊吓 他还是在外人面前强装镇定 一口咬定自己就是真的 并表示五年前两人就已经在一起 直到此刻 两人尘封的心再次开始悸动 都说怀疑的种子一旦种下 不追究到底不会罢休 可想要抓捕赵冲 就必须按照之前的计划 在明天自己和对方交易时 人赃巨货抓得现行 但对方守卫众多 此行必定九死一生 而沈真跟着自己自然危险重重 为了保护心爱之人 他只能让他以新娘的身份 提前嫁出城外 并且让贴身护卫保护 好看 所有都没有父亲来接 不做数的 若是我先到会合地点 我去接你 他又何尝不想表白 却又怕自己不能给他一个未来 你答应我 一定要和我一起回去 好 我答应你 最终只能眼睁睁看着爱人离去 而到了交易时 他故意让手下打翻针的箱子 轰抢黄金 贵的就是要赵冲放松警惕 继而让剩下的人手 顺利进入密室 自己再一举拿下对方 可没想到的是 就在几人想要逃脱时 却被后方的侍卫追上 为了给沈真拖延时间 他心甘情愿和对方同归于尽 只要沈真安好一切都值得 沈真 可在沉入海底的一刻 所有的一切全部灌入脑海 上一世自己是如何赴他 他却为了自己消耗余生 而这一次 他不会再放任他离开 让我死 没那么容易 面对丈夫的背叹 和一次次的家暴 他不仅没有屈服 反而是联手爱慕者 让丈夫彻底毁灭 而这仅仅只是一个开始 因为李弟身犯重婚罪 想要保住官职 必定会暗中除掉外事 和他腹中的孩子 首先他让大理寺的护卫 在路上暗中保护 接着又让车夫 亲眼看见骄子摔下悬崖 为的就是让李弟 以为如尔已经死亡 可这还远远不够 因为要彻底击垮李弟 就必须拿到他的所有罪证 于是他从如尔口中 找到了李弟私藏的黄金 和暗藏的暗杖 接着和爱慕者 假装发现如尔的尸体 为的就是试探他的口风 谁料丈夫 却装出一副无辜的模样 表示自己在乎的并不是如 而是他肚子里的孩子 并表示凶手肯定就是马夫 周树生也不傻 李弟明白对方 已经盯上了自己 但没有实行抓捕 肯定是没有确切的证据 但他却高估了自己 因为神然早就叫来了妹妹 想当初是他为了夺取父亲的官职 联合自己的姑父 将妹妹卖给上家 如今沈真能活着回来就表示 他已经查到了还有其他帮凶 并且还表示一定会严刑拷打 问出所有参与之人 这下李弟彻底慌了 本以为只要拿走自己的赃款 就能明哲保身 谁料钱庄里的黄金却不翼而非 更离谱的是 自己和幕后联系的暗杖 竟然也凭空消失 他还以为是如而的手段 可以想对方根本没那个脑子 并且早就已经毁灭 那么拿走东西的一定另有其人 这给他吓得立马找到幕后 但兰儿却告诉他 想要贵人帮忙 必须筹集五千两黄金 可自己的银子早就没有了 但为了保密 他还是撬开了神染的保险柜 因为他知道 妻子为伤多年 五千两肯定绰绰有余 可他却在暗阁里找到了一根普通的毛笔 但按照对方的习惯 如果他真的普通是不会被放进保险柜 果不其然当他打开后 里面放着的净是自己的加密踏印 在联想起周树生的试探 和两人常常私下相约的情形 他终于明白 原来两人一直在联手调查自己 这一刻 所有的愤怒直接爆发 他不知道妻子为什么要报复自己 自己对他那么好 可神染却告诉他 因为自己早就知道了所有的一切 父亲是怎么被他陷害 妹妹又是如何被他送的坏人 而自己早就已经不爱 有的只是无尽的痛恨 可如今的李帝已经一无所有 他不敢真的吓死手 只能拖着虚弱的妻子 逼迫他强行拿下手印 将名下的店铺全部转给自己 可就算被如此对待神染 依旧没有妥协 因为正式的报复才刚刚开始 直到要失去的一刻 他才明白自己到底有多爱 原来自己根本不在乎 他是否嫁妥他人 也不在乎他到底爱不爱 他要的从来都只是他余生安好 就算自己只是个文弱书生 可看到他被丈夫毁灭的一刻 他内心的仇恨彻底爆发 如果神染有事 到金牙海角我也不会放过你 不惜动用一切 也要将对方送入大牢 因为就在不久前 李弟诬陷神父的罪证 可他没想到 李弟竟然为了保住官职 不仅强行抢走了神染的铺子 竟还要当着自己的面将他沉堂 起初他还以为只是李弟在炸自己 为的就是他手里的暗仗 可没想到的是 当他来到香料铺时 里面竟真的换了老板 并且还是由李弟亲自交接 于是他以查案的名义来到李府 可看到的却是空荡荡的房间 而李弟也直接私下伪装 表示你手里是有证据 但是没有人证也无法定罪 而且神染已经被装香 想要救回你心爱的女子 就拿上账本当面交易 而周树生也不傻 神染他一定会救 但伤害他的所有人都要付出代价 他表面上一口答应 并且还故意被打 为的就是让对方放松警惕 好问出神染的下落 而现在几个时辰过去 没人知道他还能坚持多久 可就在李弟暗自高兴时 周树生却拿出了提前准备好的匕首 并且威胁李弟说出了神染藏身地 借着亲手惩罚这个恶魔 眼睁睁看着他被砸坏双腿 因为他早就在暗中埋伏 为的就是等待这一刻 就算身负重伤行动不便 可为了救回心爱之人 他一个个砸开所有箱子 好在自己来的还算及时 好在神染还有呼吸 他多怕爱人就这样离去 自己甚至还来不及表白 因为早就出见了一刻 他就已经深深爱上对方 可那时的自己出身寒门 不敢也不配表白 只能默默守护着他 可没想到却错过了最美好的相遇 而这一次他不会再错过 你即将要合理了 我是否能够留在你的身边继续照顾你 永安梦大结局实在太反转 原来陷害沈父的真正幕后 并不是长公主 而是高高在上的皇后 这天下就是我们母子的了 他设计一切只为让儿子登上皇位 可没想到的是 两个男主竟会联手自己的儿子和爱人 来给自己下套 因为明天就是太子的登基大典 而皇后一定为儿子拉拢人心 于是周树生首先控制住 和他密谋的大臣 并且调动所有的精兵 接着皇上直接开始装病 为的就是让他谋反 而陆石燕则直接承认母亲的罪行 果不其然到了隔天大典时 太子直接被迷晕 而一群乌鸦却突然出现 两人本想上前驱散 可六皇子却赢了上去 因为他知道自己的母亲 早就在衣服上换了熏香 而他根本就不想当什么皇帝 也不想哥哥被伤害 就在他随手一挥后 所有的乌鸦全被驱散 百姓随即高呼 他才是真正的天选之人 而周树安也立马明白 六皇子也是个受害者 皇后还以为一切办理妥当 拿着要对着皇上就是框框一顿胃 可他不知道的是 皇上早就提前喝下了解药 所以当太监赶来报喜时 他还装出一副气氛的模样 表示天子才是真正的天选之人 皇上也不惯着 当即表示既然百姓都认定六皇子 那就让六皇子继位 可没想到的是 六皇子却不想母亲越陷越深 直接当面质问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为了什么 因为只有今天换了衣服 而那么多皇帝唯独自己陪着太子大典 这点皇后气得直接一巴掌 眼看时机成熟 虚弱的老皇上竟直接站了起来 而陆石燕和周树安 居然带着安然无恙的太子出现 眼看事情败露 皇后也不再伪装 直接撕下伪善的面具 就因为先皇后身份尊贵 自己就活活被压了十年 就连他去世后 自己的儿子也还是不能分为太子 既然所有人都带他布宝 他便要自己夺取这江山 可没想到的是 这一切全是几人的圈套 最终还是输给自己最爱的两个男人 但临死之前 他也不会让几人好过 因为他早就在沈家放了一把火 可正是因为这场大火 才让陆石燕和沈真看清自己的心 也正是因为陆石燕的一名相互 才让他想起两人的上一世 原来他们的爱早就是命中注定 而姐姐神燕也在最后一刻苏醒 这一次周树安终于鼓起勇气 说出了埋藏十年的告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